大家好 我是老的喵哥 之前的喵哥给大家讲过 我们很多车上后面都长了这么一个小尾巴 像我的你看它这个弹性还很好 而且这个小尾巴你仔细看一下 它除了是一个橡胶棒之外 它上面还闹了一个线圈 这个线圈实际上就是车内的天线 因为我们车内的导航收音机这些东西 包括机片的定位这些信号 它都是需要有一个外在的接路的 不然的话整个车子一个铁壳子包起来 你前面又是个挡红玻璃屏蔽的 所以没有天线的话 车里面这个信号就变得很差 你的收音机你的导航 经常出现信号就是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提了个天线 但是为了美光好看 所以很多车子现在都把天线改成这种鲨鱼鳍的形状 把天线全部隐藏在鲨鱼鳍里面了 不信你把它掰开看 它本身就是一个集成天线 这样的话效果看来说是更好看一些 实际上本质还是一样的 我们刚才看到这些车子都是有天线的 除了鲨鱼鳍 要不后面都有一个橡胶的小尾巴 那么有没有天线的车子还真有 因为现在车子的设计也是越来越曲线 外观的流畅性 所以确实有一些车子已经把后面天线 直接把它取消了 取消来做是不是不用天线呢 其实不是的 我带大家去看一看你就清楚了 现在就找了一台没有天线的车子 你看它前面部分这个地方没有 是吧 我们再往后面看 你看后面天线尾巴也没有的 一直下来都是没有天线的 整个顶棚显得干干净净 但是它后挡红玻璃上面呢 除了传统认识的像这些电加勒石之外 它这个加勒石好像比我们其他车子的加勒石 好像更密一些 这就是它的天线 奥妙就在这个地方了 它把原来图在后面上面那一根天线 全部集成到了后面这些电加勒石里面 也就是说这些加勒石除了能够加勒之外 还兼具了天线的功能 像速腾这款车呢 由于它后面挡红玻璃倾斜角度非常大 就挤进于比较平的角度 所以它整个这一面 如果加勒石跟天线复用的话 这个时候它整个天线的面积 就显得特别大了 这样的话呢 效果反倒比单跟天线 可能还会更好一些 同样的我们看到很多SUV 为什么没有这件设计呢 由于它的玻璃后面 不可能像轿车一样 这么倾斜角度这么大 它都是比较利的 所以你要再把天线集成到这个里面的话 如果这么开信号从那边发车过来的话 那我就后面就会接收不到信号 所以导致信号时段时序 使用体验就会变得很差 虽然说我们现在有些车子上面 已经看不到天线了 就没有那个小尾巴了 也没有鲨鱼鳍了 但是它通过巧妙的设计 把天线集成到了后挡红玻璃上面而已 不然的话如果没有天线 那么你车里面这个信号 基本上就没法接收进去 这样的话用车体验就会变得很差 尤其是我们现在车子 这个电子化配置越来越丰富 很多都要依靠外部的信号 甚至现在很多车子车机 都需要连接4G 5G网络 连接WiFi的 你若是没有天线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没法用了 只不过就是说天线设计的越来越巧妙 那你在无形当中 你用了你也不觉得它的存在 最后描开再给大家留一个小问题 为什么我们平时看到的 有一些越野车 在A柱上面 或者A柱前方的引擎盖上面 处于一根长长的天线 你知道这根天线 除了能够接收信号 能够接收手台之外 它还有什么妙用吗 如果你知道的话 在下方留言告诉苗哥